身穿隔离衣 戴面罩 全副武装 大批人马对着围墙狂喷消毒剂 高雄凤山区人会医院 17号晚间传出有员工确诊 市长陈其脉立刻下令院内清零 医护人员彻夜赶工 18号早上9点才全部清空 39个呼吸照护的病人 都转诊到高雄的 我们的负押隔离病房的医院有12家 医护人员员工总共有55位 那这个部分也初步询问症状 都进行居家隔离 院内清零计划首播就匡列 94位医护人员及住院病患 除了将病患转诊 第二圈则匡列27位进出的包商及厂商 127位门诊病患以及55位陪病家属 目前都正在进行居家隔离 另外首播匡列的94位 相关人员裁检结果已经出炉 有一位护理师是检查阳性 再进行做第二圈 第二圈完第三圈 大概一天的时间应该可以完成 目前为止我们的负押病房的能量 这个还是算足够 接下来也会再扩大匡列 扩大裁检 医院周边五个里也已经做好 全区消毒确诊者足迹 调查完也会立刻公布 用最严格的标准防疫 避免疫情在高雄扩大 环宇新闻林维凯鸿席与林嘉倩 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